在2002年我到国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那篇论文就是在探讨我发现的内侧皱壁的病变 跟软骨的病变有相关性 年龄越大的话他们的相关越大 但是我很遗憾我贴在那边三四天 没有一个人来问我问题 国际上的医师没有一个人关心 认为我这篇的发现有什么重要 所以那时候就真的除了这个之外 自己在继续研究上面也碰到一些瓶颈 到底我这个假说要怎么去证实 因为在科学里要人家相信 尤其是对这个这么常见的问题 全世界的传统观念刚刚讲英文的有 两千多万笔资料 那个都是牢不可破 不可以去翻转他的一个观念 所以一定要有很科学的证据 去证实我的假说 因为那时候正好是非常低潮的时候 不但没有人来关心 然后又想不出什么办法 那幸好有那个机会有带着家人 到加拿大 因为那是开会在Toronto 我们就坐飞机到Kalgary 在那边就租车 花了十天的时间去做 那个冰河公园的深度旅游 那十天里面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水的呈现 大自然的呈现 那个路易斯湖 Lex Lewis 像镜子一样 那经过几千万年呢 他会把山整个切开 这个就是冰河 大道旁边 这个是冰河 所以几千万年 他的力量可以切割这个整个山 那在山里面也形成很多这样的峡谷 这个峡谷叫Johnson Canyon 我就看到给我很大的起誓的 一个这个牌子 就立在水边 我就好奇去看一下内容 诶 竟然是一首诗啊 而且仔细看 它给我很大的一个鼓舞 好像就跟我的理念完全契合 我把它翻成中文 在这不见天日的深谷中 只有冰冷的空气 和潺潺的流水声 大家可以想象你站在那个 那个瀑布前面 峡谷 水和原石是这里的一切 在这里水时时刻刻在雕琢的岩石 滑解的岩石 并且不着痕迹将它带走 诶 我说这个大自然的状况 怎么跟我在关节里面发现的一样 对啊 在这不见天日的关节中 只有内侧皱壁和软骨的摩擦声 一年一百万次 内侧皱壁和软骨是这里的一切 在这里内侧皱壁时时刻刻在雕琢软骨 滑解软骨 不着痕迹带走 所以是不是非常合我的意外的发现 下一句更妙了 中文就是说 峡谷的外形随时在改变 岩石似乎决定了小溪的走向 然而水才是主导者 它决定哪些石块该走 哪些该留下 是现在走亦或实际未到 所以这个就是结果 这就是结果 刚刚那是原因 这就是结果 膝关节的外形随时在改变 软骨似乎决定了表象 所以几千年来 学界医界都被骗了 都被这个软骨骗了 都拼命去研究这个软骨 拼命想去补 然而内侧皱壁才是隐藏的主导者 它决定哪些软骨该走 哪些该留下 现在走或实际未到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去怎么样 治疗这个问题 就像墙壁的漆掉了 家里的墙壁漆一直掉 什么漆都一样 那代表后面在漏水 所以病人在问我 尾骨粒要吃什么牌子比较好 封尿酸要打哪一国的比较好 那就等于再问我 你的补土要用哪一个牌子的 你的油漆要用什么牌子的 就一样的问题 所以重点是我们要把漏水 要把它抓出来 要把它止住 所以这个内侧皱壁 才是隐藏的主导者 所以让大家再复习一下 就是这样皱壁造成的摩擦 重复摩擦一年一百万次 它让软骨直接被磨坏了 然后呢 因为发炎 只要弯曲你的中年的内侧皱壁 弯曲大于五十度的话 就会被夹击 会产生一些细胞激素 会腐蚀这个软骨 然后肺泻会造成第三度的摩擦 等于这个内侧一直重复就在破坏 事实上就是软骨再深的速度 赶不上破坏的速度 呈现出来的就是大家以为它退化 那我们用更容易理解的动画让大家看 这是我们教学部帮我做的 不语性摩擦 这个皱壁随着年龄会越来越厚 越来越粗糙 那我们想到一个连祖母级都听得懂的 就是本来像丝瓜一样柔嫩 到年纪大了就变成什么 像菜瓜布一样 那这个化学性腐蚀 这个代表小分子一直被释放出来 因为它发炎 那当然局部的浓度就会比较高 这边就会腐蚀的比较快 当这个够严重的时候 就会蔓延到整个关节 其他部分也会一样受到破坏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创新理念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症状前期 酝酿前期这一个地方把它补起来 就是因为这个重复的内侧摩擦现象 让这个不同的状况的人会走不同的路线 就跟你的活动是有关的 那如果是纵轴是年龄 那这个是严重程度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 这边的纵轴是代表我们的活动频率跟强度 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弯曲的次数 还有速度 弯的同样次数如果你弯的快的话 破坏力也会比较大 那另外弯的时间久的话也不好 像各位这样坐着 如果保持90度就不太好 有没有人坐久会开始酸痛的 就是因为夹急到这个内侧皱壁 所以建议二三十分钟要稍微动一下 稍微下面要伸直或者动一下 所以活动频率跟强度是这个纵轴 我们来看看正常膝关节的医生 事实上在中年的时候 大家活动的频率强度都比较大 但是他还可以接受 所以我的理论就是任何人的 这个膝关节软骨都逐渐在破坏 逐渐在破坏 只是说没有达到临床表现的那个阶段 那个软骨变薄不见得会痛 到一定程度才会痛 那退化的膝关节 他就是说在前面这段时间 他活动强度非常大 他就会走红色这一条 那到底有哪一些危险因子 会让我们的关节退化呢 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 第一个是什么 女性 第二个是你的生活习惯 所谓生活习惯就是比较常弯曲膝盖 还有劳动工作不当运动肥胖 这些都是文献上用统计学 去统计出来的 但是不知道原因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原因 只知道女性比较多 就像前面讲的西方是2比1 东方3比1 另外还有一个文献是 中东的地方是1比1 男跟女是一样 那如果运用这个内侧摩擦 现象理论来解释的话 有没有人可以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 为什么女性比较多 比较劳苦 是吗 女性要做家事 这个就是很多人在研究的 那个荷尔蒙骨质疏松 还有骨盆腔比较宽啊等等 但是这些都是因为你发现女性比较多 去想原因 但是到目前为止 刚才你讲的那些都还没有 还没有真正被证实 但我提出来的这个内侧摩擦现象是非常能够解释的 我每次在讲的时候女性第一个就讲说我们比较劳累 我们要做家事 这是事实 那另外第二个大家忽略的就是每天要做好几次的事情是什么 上厕所 尤其是很急的时候 现在台北比较进步 会尊重女性 女性公厕都会设比较多 那一般来讲都是女性要上厕所比较困难 所以有时候会很急啊 急着蹲下去 急着坐下去 所以那个伤害的几率就比男性高很多 伤到这个内侧皱壁 让他变厚的机会就比男性多很多 所以这样的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活习惯 还有劳动的工作 就变成都可以解释了 那至于说这个肥胖呢 肥胖在我认为这个是统计出来的结果 但是真正肥胖开始作用是在比较后期的 不是前期 在前期早期膝盖还没有歪之前 都是跟这个活动的角度次数有关 那一旦破坏到第三期已经变形的时候 当然这个重力就开始产生影响 体重就有关系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理论也可以去解释这个危险因子 那另外就是说不管在任何阶段你受伤了 膝关节受伤了都会让这个曲线改变它的邪度 就急速的变换 所以呢 根据这样的研究结果 我们接下来要讲三个有效的对策 我们已经知道原因 当然就可以针对这个原因去想怎么去对付它 怎么去把它治好 那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发展出来的关节径 软骨再生促进手术 这个手术只要在适当的阶段来执行的话 是有可能把这个红色的曲线让它转弯 让它转弯 让它不要到成脏期 那什么叫做这个软骨再生促进手术呢 它是一种整合性的关节径手术 很多病人误会以为关节径手术就是一种手术 事实上不是 关节径手术是利用关节径来做的手术 所以它在里面做了什么东西是千变万化的 有些医师他只是开个洞进去看一看洗一洗 也叫做关节径手术 所以理论上是伤口越多的应该里面做了越多事情 所以它是一个整合性的关节径手术 在仔细做检查之后才来决定手术的步骤 包括最重要的内侧 针对内侧摩擦现象的内侧放松手术 那另外病人常常会合并 外侧比较紧 所以我们也会做外侧放松手术 还有软骨已经有部分的不太平了 已经有掀起来的部分 我们会做软骨修整 一些掉下来软骨碎片会把它清除 那事实上 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清除所有的不好的因素 把关节里面做一个整体的整理 把它这些不好的因素改善 彻底改善内部环境 内侧放松手术 技术要求很高 不是一般的骨科医师可以做 更何况不是每个骨科医师会做关节径 那会做的也要很有经验 才有可能在这么小的空间 不去伤害到你正常的组织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是重点 这个就是我要去挑战现在很多的 用压力来解释软骨退化 很多时候说因为这个压力一直 这个重复的压力 比如说跑步 最好不要跑步 有这个问题的不要跑步 不要爬楼梯 他们讲法是说 跑步的时候这个跳跃的动作 会给软骨15倍的体重的压力 那上楼梯呢 是5倍 下楼梯是7倍 大家应该常常有看到这样的资讯 这个是用压力去解释 那事实上我是用摩擦去解释 是最好 不过 学生的 试试 试试